飓风过后,纽约民众抱怨物价上涨 纽约当局表示已经对此展开调查 并承诺尽一切可能阻止发灾难财的行为 飓风桑迪虽然已经离开益州 但他留下的灾难还没有结束 超过百万的新泽西和纽约居民依然处在停电之中 纽约仍有四分之一的加油站继续关门 这一切使得纽约居民对汽油等生活必需品的需求大大增加 纽约总检察长施奈德曼星期一称 接到民众投诉,一些紧急供应物品 如发电机可能出现满天要价 因为需求增加,旅馆也开始涨价 另外食物和水的价格也有所上升 施奈德曼表示已经对此进行调查 并郑重提醒各商家 纽约的法律规定不允许零售商在突发灾难后 轰抬物价谋取暴力 他向民众保证将采取一切措施 阻止那些从灾民身上赚钱的无耻之徒妄为 新唐人记者周琪综合报导